人来人往 有人是环游世界 但也有人说是出国深造 那家人出去的话 你先生到哪里去了 要这么讲 我连我父亲我都没有让他知道 台湾监狱里 有一群被社会隔绝的高龄收容人 社会中为何出现高龄犯罪 他们如何在狱中度过晚年 21点听台湾 听见他们的心灵深处 他们生小孩我没有参与而已 现在孙子两三岁了 我没看过 当然啊 等回去就看得到了 我回去的时候 那小孩子会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太呢 太太整个这几年是不是很 太太没有来看过 她有写信来 骂得狗血淋头 我现在心里一直希望说 我再还有一年多要关 她能够来看我一次就好了 一次就好了 不能啊 她在生气 你还是很愧疚就对了 生下了 其实 其实我 我就觉得我们 犯的是无心之过 没有想到说 那要严重 你刚开始以为是多少 刚开始以为是多少 不是 我们在用 在玩这个的时候 就想不会被抓 我们已经很小心了 不会被抓 没想到说现在的警察办案 用这个监听 这么厉害 到警察局他就拿那个监听的译文给你看 你们几点几 跟谁 几点几夜几号 几点几分 讲了多久 讲了什么话 都把它翻成白话文这样子啊 我在花莲打电话回头份 交代这个事情 他这个你在花莲的什么路几号 他都知道 所以真的是他要抓不抓何必啊 对不对 我已经进来三年了 10 103年 2月11号 有办退休了吗 我已经退休10年了 他那个案件才 才爆发出来了 我六十二岁就退休了 对 已经过了10年的退休生活了 没有办法 我进来这份就在检讨 到底当初什么这么不注意啊 退休这10年怎么过的 对 太太啊 跟孩子这句话都有 日本啊 美国啊 欢迎收听21点听台湾 我是宛如 我是戴生风 60岁退休听众朋友 您想做什么呢 像刚刚这个阿伯他说 寒衣弄孙啊 环游世界啦 我相信是很多人退休之后 会有的一个梦想啊 对 而且他也真正实践了 这样的退休梦想 10年了哦 没错 但只有10年啊 怎么会这样呢 62岁退休 72岁进入监所 对 今年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他75岁了 是 他已经服刑三年多了 原本是在公务单位 担任一个主管级的角色 可是现在却穿着牢服 跟我们在监狱里头见面哦 对 而且我还记得 他好像对于自己的犯行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对 为什么栽在这里 对 为什么10年之后 你还找到我在这里 的那种感觉 一直觉得他心中充满了问号 经锁里面看到的不只有他哦 对 在另外一个个案 我们也听到 那这个个案更是有趣 他其实蛮活泼的 一直跟我强调说 我绝对不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才犯罪的哦 那他是一位吸毒的老人 他一直说他不缺钱 不是靠卖毒去赚钱 对 没错 他一直跟我强调 我在外面以前年薪好几百万 要破百万轻而易举 我是卖车的最强的业务 这是在台湾整个收容人里面 60岁以上的这些阿伯级的 阿伯阿嬷 还有阿嬷 对 就占了将近3000位 对 其实等于6万多个的3000 听起来似乎是还好 其实这样的一个老化程度 已经比我们在一般社会上的老化程度 还要严重了 好 那老师 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是也跟同学分享到这一段 你到监索的经历 对 同学就写了上课的回馈给我 这回馈单里头写到说 老师虽然我犯房系念了三年 我还是想不通这些老人 为什么还要犯罪呢 那外系的同学的回馈更有趣 就老人 老人怎么可能犯罪 你们会不会访问错了 哦 对 那他们的回馈让我意外地认为到 的确没有错 会不会一般听众朋友 您也这么地认为 老人为什么犯罪 他们为什么在人生的最后 这一段的时候 才进入到监狱里面呢 但其实有更多的老人 是健康老人 活力老人 我在社福团体里面 也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 在那边当志工啊 他们也过得很开心 是 享受自己的最后的人生啊 对 这些健康老人 也很好奇 为什么跟他同年龄的这一辈 不是在外面 跟他一样当志工 开心的在家里弄孙子 对 这个也是像我妈妈 每次听完我的广播 就说 你们很奇怪 他都找到这种人 人吃了 不是年纪大了 就要在家里休养啊 在家里开开心心 泰哥这个拍一大事 怎么还做坏事呢 其实连老人们自己都不了解 高龄老人的现况 为什么 建筑里面有这一群老人家 阿贝 阿嬷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好棒哦 本头色是什么型 四方形 四方形 四方形是几个角 几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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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几个角 几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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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里 这个是教授 刘德跟刘美的 现在什么都没 十字 十字 但是她很可爱 当过完年 那个这段 常常 我母亲怎么还没来 我母亲 她忘记 对 她忘记太太了 所以她一直说 我母亲怎么还没来 一直练 一直练 一直吵 我就会很生气 我拍桌子说 我父亲都还没来 你母亲怎么会来 她说 你父亲要来 我说对 我父亲来了 你母亲就会来 就安静两个多小时 可以你想得到 对 都在当志工 对啊 要不然在家 都给电视看 我自己有时候 就会很忧伤 因为我很怕 我老的会不会 这样子拖累子女 自己就会觉得 很悲哀 真的我自己 会有这种感触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不要走到 这种地步 但是他们又讲说 你每天都出来 很快乐这样子 应该不会 但是不知道 因为我今年 已经73岁 你都73 对对对 监狱这个区块 我比较少接触 但是我有听 我朋友去 就是我们天主教 那天主教都会 排到监狱拜访 但是没有听他们讲 说有老人 好像大致都是年轻的 有这种老人吗 我也不知道 60岁 70岁 真的啊 怎么会患什么罪 我是这么原来的 毒品贩卖 贩卖 判多久了 六年 第一次坐牢 我现在60岁了 我现在54 57岁多的时候进来的 小孩子每个月都会来看我 我两男两女 前面两个大学毕业 后面两个硕士毕业 其实没有卖 我们不是职业卖 我在外面就都有正常的工作 当业务课长 穿西双打领带上班的 就是好朋友要 要我就拨一点给他 要我就拨一点给他 因为你也有一点嘛 好就是好朋友想要嘛 跟好朋友分享 是这样吗老师 对啊 我还记得在访谈他的过程中 这个阿伯很有趣 他一直跟我强调 我没有卖哦 而且呢 我今天也没有吸毒 也没有吸到 我请家荡产哦 那他强调说呢 他是一个非常解除的业务 年薪百万 他也很诚恳的讲 很诚实的讲说 他一开始就是好玩 然后觉得 这东西也蛮提神的嘛 对他 因为他使用安非他命 那安非他命本身就是一种 中速神经兴奋剂 那兴奋剂用了 当然就会让你感觉 精神状况比较好一点 但是之后呢 之后的话 这个安非他命类的 这种中速神经兴奋剂 他所带来的长期伤害 就非常的大 最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些 很像精神疾病的一些症状 像你会幻听 幻视幻觉 或者会有一些 记忆丧失 注意力丧失 这些非常不舒服的状况 就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 这些药物 中式神经兴奋剂 一旦你不用了 你身体会有一个 很强的阶段反应 会让你很不舒服 这些阶段反应 往往就会让你 整个心神涣散 那甚至呢 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所以感觉起来 中枢神经兴奋剂 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 这个阿伯用的这个药物呢 对使用者当下都觉得好快乐 真是神丹一般的妙药 但是长期使用之后 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其实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真的不是说 好东西 跟好朋友分享 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 这东西绝对是不好的东西 对 可能你看到别人 为什么那么开心 这么兴奋 然后他跟你说吃个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这样子 跟我一样 他会觉得精力百倍 怎么加班都不会累 那个肝永远不会坏的 那种感觉 其实他已经走上了 一条不归路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来听监所管理人员 怎么样来谈这些阿伯 他们到底自己知不知道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些高龄受刑人跟一般的 就是高龄受刑人跟一般受容人 最大的差别可能在 除了体力以外 他的心理或认罪状态 或犯罪意识等等 你觉得有没有差异 还是有差异 还是有 因为有些高龄的 有时候我们某一些刑法 对他们而言 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立定专法 说这个是违反刑法的一个罪责 慢慢我们在这个社会进步的 这种过程中 慢慢有一些 把它形式化 因为包含我们把毒品 以前是用三四几 可能就只要热戒 甚至有时候 可能连热戒不用 后来你慢慢把这些人 抓进来热戒 然后再犯第二次第三次 可能就是直接抓进来关了 就像2047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他也认为 他没有被害人 然后被害人就是自己 可能有这种 因为他是吸毒 对 他就是吸 安慰他 对 而且是从他可能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有这种习惯 像另外一位 更不用讲 以前县政府的客长 那更不用讲了 可能在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认为说 这种事情没什么很普遍 但是不见得在我们 在这种社会的眼睛过程中 总是要随之进步 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 你认为说 你这个不是犯罪的一个心态上面 法治教育不足 对 老师 其实很多的法令 老人家可能不太知道 原来他这么一个小的动作 竟然要被关 对 其实不只是老人家 我想也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其实大家都不是法律的专家 所以总觉得很多的行为 就是大家方便一下 借一下 转一下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 一种犯罪行为 尤其在毒品的部分 那毒品有四种这样的行为 是绝对进入刑罚的体系的 就是制造 贩卖 运输 转让 我想制造 大家都知道 不能造 不能制毒 然后也不能贩卖 不能贩毒 后面两个就很麻烦了 一个叫做转让 一个叫做运输 那转让这个阿伯 很明显就是转让的一个问题 那他还说很好笑 他说 有些这些小朋友就觉得 拿的东西不好意思 就给我三五百块 就是补贴一下 其实这个补贴一下 等于就是贩毒了 因为你有一个不法利益的所得 贩毒听起来就严重了 对 就已经是一个 就已经进到这个 制贩运让的第二级的 这种感觉 那其实运毒 本身来讲也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之前 有非常多的 警察单位都会宣导 出国不要随便带 不明的行李 不要帮别人带行李 天晓得里面 它是装海洛因 还是安非他命 所以这些部分 请各位都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这些毒品的问题 制 犯 运 让 都是不行的 可是我相信老师 您也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到监所里面 跟高龄者宣导 保护自己 也不要让自己的家人难过 这个最有趣的 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 做这些反毒宣教 或者是这种教育的时候 最常看到的就是 这些高龄的伯伯们 常常不太觉得 这个是有犯法的 他们会觉得说 我就年纪这么大了 用一下 轻松一下 或者就是说 嗨一下 有时候重回点年轻的感觉 那他也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那种吸毒者 对于自己犯法行为的 犯罪意识 是非常薄弱 家里知道啦 我真的很TQ 我八月被抓到 二月 三月 四月 我女儿 我儿子 我妈妈 我老婆 都叫我不要吸了 一会出事情 不用卖了 一出事情 我就TQ 我的通年纪 警察抓我的通年纪录 都是七月份 他如果是二月 三月 四月 我听他的话就不会 就没事了 我都都是七月份 他积落出去 还要不要再吃 吸毒 现在讲是不吸 可是 环境到了 还是跑不掉 出去又碰到这样的人 吸毒的朋友 没关系 你不要假装了 吸啊 吸啊 又吸到了 跑不掉 又回去了 真的是 一日吸毒 终生戒毒 为什么呢 毒品这件事情 至少在校园里面 这几年有不断的宣导 但是可能没有宣导到 我们年长的那一辈吗 是这样吗 这个的确是 这个年长的那一辈 向来不是我们宣导的主题 那我们也总觉得 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也会这样想 就是 你都那么老了 你怎么还会吸毒呢 这个是毒品 这个对身体这么的不好 那年纪大的人 根本没缺买了这个毒品 就是身体无法附和才对啊 大家应该要了解这点才对 不过问题就是 这些被称为毒品的 犯称为心理药物的东西 原先其实在它设计出来 发明出来的时候 都是具有一些医疗效果 马啡啊 对 马啡 其实它是有一个 阵痛的一个作用 那像大麻 那或者就是美国常用的 泛滥中的骨壳碱 那甚至台湾的安菲他命 等等 K他命这些 其实在它发明当初的时候 都是对人类有益 作为目的来发明出来的 但是后来因为人心 人的大脑 没有办法克制这种药物 带来的快乐的感觉 也就是说我们人 自己的自制能力不足 我们自己没办法控制 药就这样侵蚀了 我们的身心健康了 对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 一些词汇就叫做 药物滥用 对 其实这些东西 原先都是药物 与其说它是毒品 不如说它是我们 不懂得用药的 真正的一些 正确的知识 所以让这些药物 来伤害了我们的身体 金座里面做宣教的时候 比较年长者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提出来 让老师觉得说 这真的也很值得 我们在空中 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高龄的吸毒者 他们对于自己 吸毒的这件行为 没有犯罪的意识 除此之外 他们对于自己戒毒 非常有信心 他们每次都会告诉我说 老师你放心 我出去不会吃了 年纪这么大了 我知道错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台湾地区 目前高龄收容人 收容原因毒品 前五名里面 算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那就回到这个点 大家都知道不能用 那为什么你还会有 这么高的使用比例呢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些高龄者 要么你就说谎 要么你根本其实 逃不过药物的控制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就直接去访谈 高龄收容人 就面对面 问他 阿伯啊 你出去又吃豆 你出去会不会再吸毒啊 那些阿伯啊 一律千篇一律的答案 不会 不会啊 绝对不会吃 斩丁截铁的告诉你 斩丁截铁 对 拍桌子的说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发现再犯率这么高 想必他说谎嘛 那有一次 我就换一个技巧问 那反正阿伯坐在我面前 我就这样问他 阿伯啊 我知道你现在有吸毒 出去也不会吸了 哇 他点头啊 是是买啊 教授你真懂我 真了解啊 对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觉得 现在等一下要进来访谈的那个你的同学 另外那个同学 他也吸毒嘛 你觉得他出去会不会吸 这个阿伯超有趣的 所有的阿伯都一样 第一个反应就是 当然啊 他一定会吸 这个毒 很重的 这毒品很恐怖 没有人逃得过啦 只有我 我不会吸啦 其他人出去都会吸 就是他最棒了 对 很好玩 那我们就发现 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毒品的魔掌 不一定是说谎 他可能觉得 OK 我在监狱里面都没碰这么一两年了 我出去一定不会碰 其实很快 他又掉入这个毒品的漩涡里面了 因为毒品 他就是一个药物上瘾 对 他就是一个人的瘾头了 对 总是会痒嘛 可是在监狱里面不能吸 会不会就是说 因为我关了一年两年 甚至这个阿伯 可能因为贩售 关得更长行期 他出去就真的不会吸了呢 这是在我们的食物推论上 不太可能 也就是这些药物 一旦进入过我们的大脑 我们大脑就学会了 知道过 原来这个东西是快乐的 所以就像各位听众朋友也一样 如果您今天去吃了一家好吃的餐厅 你日后就会知道自己 走走走 不小心就走进去吃了 那你就会喜欢上那个味道 其实这就是一种上瘾 或者今天呢 大家都喝含比较全糖 甜一点的饮料 换了一个生活范围 生活环境 那个东西没那么甜的 你觉得这不好喝 原来这就是人性啊 对 这是一个瘾头嘛 那人性本身就是如此 只是毒品在法律的规范之下 不止我们今天制造贩卖 运输转让是有罪的 其实我们吸食毒品 在法律的规范上 虽然我们有三证法案的保护 也就是第一次第二次 我们给予你的强制乐界或医疗戒制 这样的一个处狱 但是如果你还有第三次 不好意思 sayonara 你就拜拜了 你就被三证掉 就会进入到监狱复兴 当然这样子也间接直接的造成了 台湾监狱极为膨胀的超受问题 因为这是人性问题 等于犯罪问题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连接 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犯罪问题 但是在家庭里 它是一个亲情的纠葛 阿贝他透过我们的麦克风 有一段话 想对他最爱的老婆说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好好陪伴你的刀绕 相信我 这一次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出自内心的 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你 想到太太会这样想 觉得亏欠她什么 对啊 我就会好好陪伴她 真的是 任劳任怨不会有抱怨 真的尽全力照顾好彼此 彼此拜托偕老了 我们结婚37年了 嗯 我没结婚3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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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她生气啦 她是嘴硬心软的人 也看我回去的表现啦 我相信她还会再接纳我 这样很好 那你想对自己有信心呢 其实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她 我都希望她 我都感恩她啦 因为我从年轻就是 因为工作在外 比较少跟小孩子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 都是她在教小孩子 她在养小孩子 我只负责赚钱回家而已 那天醒 你对我说 永远地爱着我 千年和晚宇 千年和晚宇 岁入云掠过 岁入云掠过 不知道为了神我 你对我 忧愁她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你看我们今天来三个 我六十岁最年轻的 那个大哥几岁 那个七十二 那个七十五 七十六 那个三年八 这个十年 这个六年 我刚被判刑 送到台中来关 我女儿跟我会课的时候 爸爸 那么久怎么办 关到那么久 我骗她 因为惠克都整排的 我跟她骗 隔壁那个头 我跟她说 其实我不认识她了 惠克说我不认识她隔壁 她说你不要那个了 隔壁那个判二十八年 这个十五年 我说我最亲的 对 女儿安心一点就对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 我骗她 把那个开沙石场 乱到飞机屋 阿伯担心她女儿 着急 对 可是她吸毒这一件事情 从老婆 小孩 连妈妈都知道 人家都要她戒毒 甚至她老婆 还非常生气的 以断绝关系 各种的手法 希望她戒毒 她也告诉我们说 她有自信 她回去以后 好好地安抚老婆 可能花一个礼拜 老婆就回心转意了 她就讲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就好了 很有信心 阿伯 要加油 她真的非常的有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戴老师 如果家里有真的 这样子的一个阿伯 我知道我 可能我爸爸吸毒 或者我知道我先生吸毒 那我该怎么办 我好替她担心 是 其实这个也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一点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您真的发现了您的家人 尤其是年长者 小朋友当然我们有另外的 比较需要去管理管制的方法 年长者吸毒 第一件事情 希望你尊重她的自尊 不要一开始就用一种很严厉的 你怎么这样 吃那么大 牛气这么大 还做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希望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那这些长者大多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吸毒 比方说毒性是要比较放松的 轻松的 他可能选择中枢神经抑制剂 需要提神的 他会选择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等等 他其实知道要笑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尊重一下 但是给予一个非常理性的科学的方法 来教育我们的这些长辈 你用了这个 你后面会怎么怎么怎么 你以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遗症 那在这样的一个首先的教育之下 必须建立用药的正确观念 之后赶快寻求医疗截止 那我们时常会发现 有一些家人会说 哎呀这个叫做家丑不外扬 你都年纪这么大了吸毒 好丢脸啊 怕左邻右舍知道等等 这个你应该把门关起来 其实就等于把这个求助 治疗的机会关上门呢 刚刚宛如问的很好 如果发生这个现象 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呢 全家一起好好的谈 并且弄清楚使用的药物是什么 不用骂也不要觉得非常的讶异 因为其实药物已经侵蚀台湾社会 十分的严重 这可能性是会发生的 那一旦了解了药物使用的类型之后 那希望各位能够有 比较专业的正确的用药的知识 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减低药物的需求 如果在这个部分有任何的困难的话 您可以参考有点自助性行销了啊 参考各县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他们都会有匿名介质 匿名医疗这样的一个服务 在医疗介质的协助之下 我们就可以帮助您的家人呢 成功的在生理层面 借断这个毒瘾 心理上当然还会想要 这个哈 会痒啊 这个痒痒啊 那这个痒呢 我们心理学家们也做了研究 怎么解决这个痒 就是人际关系 如果你愿意关心它 跟它互动 越温暖的家庭 毒品越进不来 很棒耶 要从生理跟心理方面 都要一起关心 一起照顾治疗 是的 但我们也看到这个阿贝 他其实戒断不止一次了 他也不断的在过去几十年的一个 药物成瘾过程当中 也有心想要戒断啊 他也知道太太会很生气 可是就是人生有一关过不去啊 对其实呢 我觉得在他的过程中 家庭支持是足够的 对 但是不够的反而是他缺乏药物的正确知识 就像他说啊 我就只是借给小弟用 小弟给我钱 你就说我贩毒 他一直对于法官的这个判决 有点不以为然 其实这个就是贩毒啊 所以呢 毒品是一个生理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同时它更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要解决毒品 解决高龄者用药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三观其下 所以我们今天花了一整集节目来探讨的是 在台湾的高龄者犯罪入肩原因的第四位 就是毒品了 那第一位呢 是酒驾 这两种形态的犯罪高龄者 其实我们在监索里面 真的看到还蛮多的 对 尤其这个不能安全驾驶这个酒驾的部分 真的非常的多 您家里头的人要是有喝酒酒饮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毒饮的状况 真的要多关心他们了 好了 今天节目激情到这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